我小时候对洗澡的这个印象很深啊 我原来有说过 我幼儿园的时候 唯一的印象就是跟女孩一块洗澡 这个大了以后啊 开始能够知道男女有别了啊 就跟着父亲一块到军人的这个澡堂里去洗澡啊 男人的澡堂的里头啊 一定有两大方池子水泥器的过去 一池子水比较轻 一池子水比较脏 那个比较脏呢 船里头是泡着人 人为什么不去那清水池子 清水池子太烫 一般都得50度下去得熟了 所以没人去都在那个浑水里洗澡 那水有多浑啊 有多脏 我们小时候所有大院里的那个澡堂的水 你手进入水10公分就看不见了 就这么脏 这水永远不坏 不管多少人洗 他永远有一管子往里滋热气 把他给滋热了 然后水也不会倒掉 节省水源那也叫环保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你泡完了 搓完你打完肥皂 你不是最后得清水冲吗 所以这水脏和干净不重要 过去北京的这个澡堂子啊 其实也是社交的场所 这个很多人 因为这个澡堂子固定的都是周圈的住户 那时候大家都住平房 没有机会在家里洗澡 所以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公共浴室去洗澡 由于洗澡是花费的 是花钱的 一次洗澡两到六 很花钱的 又由于洗澡时间间隔比较长 所以每个人洗澡都变得非常认真 再加上那时候人时间比较宽裕 一般进澡堂子就照着半天了 我们由于啊 这个科技的发展 由于我们的建筑业的发展 生活得以改善 大部分人呢 都在家里呢 这个洗澡了 有的人呢 已经不习惯去公共场合洗澡 我问过很多人 年轻人 我说你去不去公共场合洗澡 说不去 你说那赤身露体的多别扭 所以 从某一个角度上去说 当一个事物发达的时候 另一个事物就会 这个衰落下去 我们公共洗澡业 不幸的是已经衰落下去 还有一个洗澡更牛的人是谁呢 是慈禧太后 太后洗澡事多 夏天一天一回 冬天两天一回 专职人分工明确 太监要准备 所有的沐浴用品 这沐浴用品一定得太监准备 你这正常男人都不能去准备 四个宫女为其洗澡 两个澡盆 一个洗上湿 一个洗下湿 为什么呢 因为慈禧太后认为 上湿干净 下湿脏 所以一定要这样 分开 今天 你要如果去比较好的 这个 体育中心 你说你叫一按摩 他就问你说你是揉头 还是揉脚 你就说我揉头 他就专门 有按摩时是揉头的 不讲究的地儿 这按摩师赶上什么客人 让揉哪揉哪 但是讲究的 揉头的就是揉头的 揉脚就是揉脚的 你想想 你说你找一不讲究的 你说我揉一头 你想那个人在五分钟前 还抱着另外一双脚呢 他怎么洗干净了 你心里也得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 古代 古代就有明确分工 所以那时候 慈禧太后洗澡的这个木盆 木盆是包有银皮 为什么呢 防毒 我们过去老有一种谣传 说银子防毒嘛 但他有专用的比较矮的矮椅子 毛巾每次要使一百条 这一百条毛巾 沾水就算一回 使完打完香皂 用完了就赏赐给底下过着扔了 反正是不用了 最后喷上香水 熏香 小锤锤背 所以慈禧太后 据说啊 我是没看见啊 据说到此 这个皮肤都跟少女一般 非常的细嫩 跟他保养有直接的关系 浴室是一种 这个文雅的说法 我们俗称就是澡堂 老百姓就说澡堂的 哪洗澡去 澡堂的 古时候呢 也称浴室门 或者叫混堂 就是混在一起 那么 我们最早的澡堂子啊 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是 扬州汉广陵王墓的博物馆中 呈现了一个最早的洗澡间 那么这是私人专用的啊 这个墓葬是黄肠皮凑的 等级非常高啊 诸侯一级的大墓 这个十平方米的这一个洗澡间呢 是用你们熟知的这种金丝楠木铺就啊 铺的地 里面放着什么呢 双耳的铜壶 铜浴盆 搓枣用的浮石啊 就那种很软软的沙沙的那种石头 还有木鸡 铜灯 浴凳等一整套沐浴的用具 我们通过这个这个出土的食物 可以了解汉代时候洗澡已经非常的完备了 你比如搓澡的浮石啊 那么唐代以后呢 就比较流行洗温泉了啊 这个温泉水花洗凝脂啊 我们都知道杨贵飞就喜欢洗温泉 那么送以后开始 起码就这个这个是很明确的啊 送以后公共澡堂和浴室就出现了 当然有学者有人会认为唐代就开始有公共澡堂了 苏州呢就叫混堂 混在一起 那搓背已经变成了一种食物啊 元代就不用说了 元代公共澡堂发展的非常成熟 马可波罗游记中呢 关于杭州人怎么洗澡记载的非常清晰啊 以致西方人很羡慕 五代有个学者叫王仁玉啊 王仁玉呢 这个他写过开源天保仪式 王仁玉是五代人 五代挨着唐代 所以他的记载就可信度很高啊 他在中间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说奉玉汤中以文瑶觅食 中间有玉莲 汤泉勇与城池 又逢锦绣为浮宴于水中 地与贵妃湿漏小舟 戏丸其间 这话写的非常有意思 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玉汤 这就不用解释了 玉汤啊 就是皇上自己洗的这汤 这汤就是热水啊 你到日本去看澡堂子都写一汤啊 跟咱喝的汤没关系 那么中间呢 有文瑶觅食 中间有玉莲 什么意思呢 是拿这个玉器啊 雕的这个莲花 搁在这个温泉中 因为这温泉这水热呀 他不可能养活莲花 汤泉勇与城池啊 就是热水涌出来 热热的温泉涌出来啊 成了一个大池子 又逢锦绣为浮宴于水中 什么意思呢 他希望这池子里 游着各种水禽啊 有这个野鸭子 绿头鸭子 有鸳鸭 什么都游在里头 那多有意思 可惜这热水 谁也不待 他只好缝制绣出来啊 这都是假的 拿布做的啊 缝制成这五彩的这种 绿头鸭 飘在水中 地与贵妃 诗漏小舟 小船 那小船都是漏空的 非常漂亮 戏完其间 哎呀 这个事很有意思啊 古罗马时期的洗澡 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啊 这种社交方式呢 你比如英国有个地方叫巴斯 我去过 那个古罗马的浴场啊 遗址 今天那个水 两千多年了 还一直在流淌当中 就是他留下的这种遗迹 剩下的就这点东西 这些东西是挖掘出来的 已经让你非常震撼了 就当时的澡堂子啊 就罗马浴室的这个 这个尺度是非常大的 空间非常大 今天同时进去个上千人的参观 都不觉得拥挤 可见当时那几百个人洗澡 那就是能显得这个 这个非常的奢华 有人曾经问过 就说问过罗马的皇帝 就说您怎么一天洗一次澡啊 他说那今天因为一天 不能洗两回啊 没有时间洗两回啊 这一次澡 就从早上洗到晚上 所以古罗马时期 罗马人的洗澡很大的程度 是一种社交方式 比如我们先勤啊 我们先勤时候都已经使用草木灰来洗澡了 还使用桃米水 今天的人都会觉得桃米水怎么能洗身体呢 桃米水就行 我告诉你桃米水洗头发那头发还 还又黑又亮呢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比如造家 比如我们使用的椅子 这椅子很有意思 我小时候还有啊 椅子小时候我记得是一毛钱一个 还是五分钱一个啊 乒乓球大小圆圆的 我们使用香皂的时候啊 在手上都是来回搓 两只手来回搓 但椅子不成 椅子太小 两个手搓很容易掉啊 所以一个手钻一钻 搁这个手钻一钻 这椅子呢 是用猪的胰脏啊 跟这个碱性的东西 是怎么熬制的我不知道 最后做成那种洗澡用的 洗手用的 它去污能力非常强 再有就是澡豆 澡豆 这些天然植物 很早就被中国人发现了 用它来洗澡 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啊 宋代这个 东京开封 这个药铺里就有洗面的药了 我们 过去啊 这个日子过的呀 虽然不如今天 科学技术的程度高 但是生活依然有乐趣 比如这种洗面药 就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 就叫洗面奶 那么 圆杂剧中啊 也有这个 熬夫 江戏 香枣豆 你看啊 熬夫 夫是什么 是这个粮食的夫皮 江戏是什么呢 就是米汤 就是刚才说的桃米水 那么 清代啊 清代也有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说是洗澡这水啊 叫枸杞煎汤 枸杞在哪里 我们这都是补气的 古人多牛啊 就拿来洗澡 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去查 查阅 或者翻阅古代文献 你可能都不知道 古人有这么 这么奢侈的生活要求啊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今天生活都极为奢侈 古人达不到 古人的奢侈 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 那么 古人洗澡的时候啊 都使用什么样的器具呢 我们古人都是在木桶里洗澡吗 那不用变 我们 周代 有一个国际子白盘 今天在国家博物馆里 国际子白盘呢 命运多舛 在这个据说是道光年间就出土了 躲过了所有战争的结束 最后呢 这个解放以后 这个第四代啊 家里第四代收藏者呢 把它捐给了国家 这东西有多长呢 有 大约古代啊 三尺长 一米三七 长度很长 那么我们坐在里头呢 是可以啊 可以很平稳的坐在里头的 这个东西 说是盘 实际上是一个盆啊 有点像我们的浴缸 中间呢 有一百多个字的名门 周圈全是那个潘痴纹啊 非常漂亮的 我们这个盘呢 在我们心目中都认为是一个餐具 对吧 可是你去查阅这个汉语大词典的时候 它可以告诉你是洗澡用具 它可以洗澡用 那么古代啊 还有一种青铜器叫剑 它就是一种 浴盆 它可以从中拐水 比如我们的战国的双龙剑 今天只找到了福钗剑啊 另外一个找不到 那么 它是一种大型的水器 我们古代的洗澡 大部分是人工淋浴 就是人工要把它咬出来 淋在身上 人工淋浴没有什么新鲜的 我们当年在农村洗澡的时候 都是人工淋 一个是自己淋 一个是相互淋 比如洗头的时候 最后这一桶水滴着头 找一朋友 直接哗啦一桶水浇头上 这就算洗完了 那么我呢 这个 去土耳其 去过几回 有一次去的时候呢 我就提前跟人打招呼 我说土耳其还有土耳其浴室吗 罗马浴室是肯定没有了 这我知道 那土耳其还有没有浴室呢 要有能不能安排我们洗一回啊 接待的人说还真有 说这里的老的土耳其浴室 够四百年以上的好多座呢 说你想洗哪个 我说洗的最好的 最大的 咱一定要去 他说好 给你安排 我安排好了 我就去了 到了门口 第一件事啊 先买澡票 哎呀 这事跟我们 这个五六十年代洗澡 一模一样 买一澡票 那澡票什么样呢 这么大一小粉色的纸 薄薄的 捏着啊 进去都怕掉地上 掉地上都找不着 一个粉色的纸 我进去以后呢 第一比较失望 就是他比我想象的小啊 空间也小 门口也小 换衣服的地方也小 进去都比较小 这个导游告诉我 这个澡堂子非常有名啊 这个浴室 这个浴室呢 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是最古老的一个浴室 尺度是最大的 然后呢 我就入乡随俗啊 更衣 进了他的主浴室 他是这样啊 我们中国人的澡堂呢 脱完衣服啊 就赤条条 一丝不挂 直接就奔洗澡的地儿去了啊 不管你是泡浴啊 泡在这个公共的大池子里 还是你去淋浴啊 没有在什么遮挡的 这个按照我们过去的土话说 谁还不知道谁长了什么东西啊 所以就 就直接就进去了 但土耳其不行 土耳其 您得把自个儿先包裹一下 虽然您脱光了 有一浴君 先缠着 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您先找一鸡脚杆栏 他有好多那种小屋都比较封闭啊 进去先把自己洗干净 我们都比较知道啊 土耳其人非常注重身体的清洁 因为伊斯兰教有这样的规定啊 就是你做礼拜的时候要静身 静身呢又分大静小静 大静是什么呢 就是洗澡 小静呢 就是凡是露出来的地方都要洗干净 我们去这个大礼拜四的时候 看到有一年冬天 我也不知道上哪儿 看那个特冷 大礼拜四外头全是水管子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手脚洗干净 洗脚啊 用凉水啊 把大皮鞋脱了 袜子脱了 都拿那凉水滋一遍 然后再穿上去 走进去 走进那个大礼拜四 所以土耳其非常重视这个事 我呢 进去了啊 先 那导游告诉了 您得不能上去 就趴那大台子上 您先把自己打扫干净啊 冲得差不多 然后呢 我就颤诚巍巍的进了那大厅 这大厅是这样啊 中间 高起一台子 这台子离地啊 大概有个一米左右 上面是白色的大理石 大理石非常的热 它是底下是加温的 有多热呢 就是你你手摁上去 你觉得这东西真够热的啊 是这种感觉 他们当地的人全都赤裸裸的 一丝不挂全趴在那上面 我呢 一想啊 路相随俗嘛 咱也别别矜持啊 我也就试着趴上去 这问题就来了 第一呢 是他没有规则啊 他想怎么趴怎么趴 不是说这个比如头都冲里脚冲外 也不是头都冲外脚冲里 就是反正有个份 你就趴上去就行了 上面那土耳其人呢 都壮硕啊 就我这个个儿 这体态上去就不灵了啊 他们那人呢 不仅壮硕 还一层的毛 毛都是黑色的 我上去啊 我们这身上都太白净了啊 上去以后啊 有点自取其辱的感觉 就有点像什么呢 像一企鹅趴在海豹里啊 就这么一个感觉 我趴在上面就特别的不自信啊 就趴在上面就想 我怎么能撤出去 我不能在上面受这罪了 上面温度很高啊 我也可能是有点紧张吧 就马上就出一身大汗 然后不行了 下来吧 去 搓澡 我不是有一枣票吗 拿着去搓澡 到搓澡那儿啊 我有点弄不懂 为什么呢 语言不通 也不知道人搓澡什么 什么规矩 按照中国的搓澡 那简单呢 就是趴在那儿不就搓吗 我到那儿一看 首先没床 有一小板蛋 这么大点 那搓澡湿 胳膊比我腿还粗呢 一直 我就心里有点紧张啊 也不敢说什么就坐那儿了 我心里说 我们在中国搓澡啊 你要到了扬州啊 扬州师傅 让你躺平了 先给你捏不捏吧 铺上白毛巾啊 给你洗洗头 弄得你别提多舒服了 这托尔奇的屠夫 不管这事啊 我觉得就像屠夫一样啊 他捏着我这左胳膊 一把就顿着我这左胳膊了 一拧 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这关节咯蹦就一声 我心里就胜投降了 这老兄啊 拿一步 那步我都没见过有多麻 论远了 就这一下 我告诉你啊 连皮带泥 全下来了 我当时就说不搓了不搓了 其实人就搓一下 人家搓澡就一下 讲究的一变境 我们这扬州师傅 都说 弄这揉吧半天 人家不清这个 就一下 你有得的罪 受得的罪啊 等搓完了以后啊 搭一个 我告诉你啊 他拿一枕头套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 就跟一枕头套一样白的 他往里吹一口气 鼓起来了 湿的嘛 鼓起来 呼呼呼 里头搁了点这个 不知是打的肥皂还是什么 我也看不清楚 浴液 呼呼呼两下 就全是成螃蟹末了啊 一大团螃蟹末 照我脸上呼啦一贴 我就神验 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就觉得自个是个土沫的螃蟹啊 这时候 他趁我看不见啊 快了一桶冰水 人有这么服务的吗 哗就浇我身上了 哎呦 我这 我这早喜的 出来那朋友都说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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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特舒服啊 特舒服 每个人都要去尝试一遍 我甭管怎么 了了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心愿 我小时候就知道啊 土耳其欲是从罗马欲演变过来的啊 他为什么跟罗马欲很相像呢 他是从罗马欲演变过来的 他离我们的历史比较近 就是六七百年五六百年的历史啊 罗马欲两千年的历史 但是中间欧洲人断了一大截 这一大截上千年 中世纪的欧洲人是不洗澡的 所以叫千年不洗的欧洲啊 我们中国人啊 文明程度比他高 对吧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啊 这个罗马的那些高尚的那种风雅的生活全没了 所以不洗澡随地大小便成为欧洲的一个普遍现象 不要以为今天欧洲人的文明程度 美国比我们高多少 美国比我们高多少啊 仅在半个世纪 半个多世纪以前 美国啊 全美国预盆还不够一百万呢 对吧 没有多少